49、正報 《華爾街日報》指亞洲多國流報民航事故 2015年7月18日P02美國《華爾街日報》週一 13日 看出偵查報導 稱亞洲民航業發展急速 可視多國流報危險航空事件成風 使業界和監管機構無法從錯誤中學習 防患未然 該部舉例指引導直達航空Jet Airways去年有機場架機試碎舊 副機場側止僱用平板電腦 導致飛機下跌2500呎險樣空難 若非事後有人舉報 外界仍被蒙在古因 根據規定 除了致命以外 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KO成員也須強制上報近乎導致傷亡的嚴重事故 不過現實並不如此 數據顯示 印尼過去5年有約300萬班民航噴射機起飛 與澳洲相約 該段時間內印尼有28宗涉及人命及飛機嚴重損毀的大事故 澳洲只有5宗 但印尼同時期只報告13宗大型客機嚴重意外 澳洲有58宗 至於飛機飛得太高或太低 誤入航道 引擎故障或機艙內吸煙者 社建議上報的較小事故 印尼有5宗 澳洲74宗 兩者顯然不合比例 IKO數據又顯示 中國在2013年之前的5年間航班數量是美國的26% 上報的非致命以外只有美國的6% 顯示可能有流報程 IKO直言 除了難以掩飾的重大事故外 亞洲區的數據是否反映真實 惹人質疑 專家指出 IKO面對流報的執法力度亦有限 另一方面 亞洲地區傾向重罰涉及事故的航空人員 亦減低上報錯誤的意欲 IKO發言人表示 已注意到流報事件 將尋求改善收集數據方法 包括追蹤傳媒報導 亞洲區民行業急速發展 以每年踏客量計算 印度和印尼過往十年間增長於200% 中國則增於300% 亞洲在2013年有3.92億起飛班次 歐洲和北美分別有3.566億和5.149億班次 以客量計 亞洲更是全球之冠 地球分別有3.566億 位置減低上報道